好,来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生词 好,音书请你来读一下第一个生词 照样在风雪交加的早晨 爷爷照样出去锻炼身体 好,对,风雨交加,风雪交加 有风雪交加也有风雨交加 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又下雪又有风 对吧,如果是雨的话就是风雨交加 那就是又下雨又有风又刮风的意思 好,照样就是跟以前一样对吧 跟以前一样的 因为以前爷爷也是会出去锻炼身体 所以就算有雪下雪了刮风了 照样出去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 好,第二个词 音书请继续 得力,公司的飞速发展 得力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对,得力 在这里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文具牌子 对不对 中国有一个那个文具牌子 文具的品牌 就是叫得力 好,那在这里的这个得力 好,意思就是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对吧 公司的飞速发展 得力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 这个词比较书面化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个生词 好,阿兴 内在 自然界的内在规法 还有很多没被人们认识 进主 好,规律 规律 对,规律 规律 自然界的内在规律 还有很多没被人们认识清楚 好,内在规律就是 这个大自然 自然界有很多规律 对不对 有些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但是有些不是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去证明 要去实践 像那样子的 就叫做内在规律 有一些规律是 我们必须要去实践 去经验 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呢,有很多东西 就不是所有人都有接触过 所以呢,并没有被大家认识清楚 只了解了部分 好,下一个生词 阿兴请你继续 灵感 最近写错 写错老师 没灵感 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 对,没灵感 没有感觉 不知道怎么写 也就是 想不出来 对吧 想不到 没有想出来 没有想到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 没有灵感 没有灵感 好,下一个生词 星星 排斥 他排斥所有新鲜事物 对,排斥 排斥 好,那意思是 他排斥所有新鲜事物 也就是不喜欢 有点反对的心理 对吧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 下一个词 好,星星 请你继续 折 这种自行车 可以随意 折起来 非常方便 是 这种自行车 可以随意 折起来 非常方便 好,折 也可以说是折叠 对吧 折衣服 折叠 折叠自行车 好,折叠电风扇 折叠空调 等等之类的 折 好,下一个生词 阿凤 古代的中国人是跪坐儿时的 对,古代的中国人是跪坐儿时的 跪坐 也就是跪着 对吧 我们一般吃饭大家都是坐着嘛 对吧 坐着 而时 是时 在这里是吃饭的意思 就餐用餐 好,那跪坐就是跪着吃饭 在古代是这样子吃的 好,接下来下一个生词 阿凤也请继续 局限 他喜欢各种音乐 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 好,对 局限 也就是没有被限制在某某方面 某某形式 好,某一个范围 他喜欢各种音乐 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 意思就是 他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音乐 他都喜欢 好,接下来看 继续看到下面的生词 好,阿梦 请你读一读 诞生 电子商务 诞生于西方国家 但在我国发展 迅速 对,好 电子商务 我们都知道 电子商务呢 这一块是非常的现代化 那它最初最开始 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诞生于产生于西方国家 不过呢 在亚洲国家 在我们国家 是发展比较迅速的 这里有的我国 是指的中国 好,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 好,这几个词练习 大家是下去看的 这是咱们上节课 有学过 以至即便也 或者即时也 凡事 好,这个是大家要下去看 下去完成的 接下来 这里也一样 这里也一样 这是今天咱们看的 所在 照样 得利于 好 以及这一个部分 一样的 大家经常做 应该知道 咱们不多说 好,来我们直接就去看课文 那上一节课的 讲了生词 这一节课用了几分钟 来把剩下的生词完成 好,来我们看到 我们先看到 再继续看一下这个题目 全球化 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那有一个小 这个热身部分 上一节课也有问大家 如果提到 中国饮食 中国菜 大家认为是什么味道 大部分同学是吃过 然后呢 认为油啊 甜啊 辣啊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说 那就证明 对中国菜的了解 仅有10% 剩下的90% 是完完全全的不了解的 上一节课老师 有简单的提到过 中国菜分为八大菜系 八大菜系 对吧 好,也就是 大家了解的只是 八大菜系当中的其中一种 也就是川菜 川菜就是比较偏油和辣 好,所以呢 剩下的几种菜系 咱们可能在这 是没有办法去 很细致的说 我们去看到课文部分 课文部分 好,来 请大家打开你的课本 对,看到你的课本 然后请看好 咱们一起听一听 然后一起来分析课文 好,请来准备好 第十课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课文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 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 都不仅仅为饮食 它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特征 传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经数千年 始终具有魅力 是因为它不仅民族特性鲜明 而且善于吸收不同国家 不同区域 不同民族的优异之处 以至辉煌至今 中国文化的核心 是一个和字 和包含中和和谐之意 中和的意思就是 折中调和性质不同的事物 原本中华饮食中的大量食物 来自辽阔的土地 高山上的飞禽走兽 琥珀小溪中的一条鱼 丘陵上种植的一颗菜 经过精心构思 巧妙烹饪 即便仅为一餐素食 也可以让你尽享人间美味 汉唐以后 中亚及东南亚的食物 进入了中华饮食体系 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食物的品种 近代 西方饮食思想与方式得到认可 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 逐渐形成 在食材栽培方面 中华饮食坚持以本国物产 为基本原料 同时合理引进 培育外来品种 比如咖啡 柠檬 芒果等 凡是历史不够悠久的外来食品 人们一般从食物名称上 就能立即清晰地分辨出 它的羊身份 至于中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葱 姜 蒜等调料 因其进入中华饮食年代久远 许多中国人甚至把它当成了 正宗的中国食材 在加工过程中 中国人照样可以用中国方式承认外来食材 使它美味诱人 而这一切得利于中国人能够充分认识异域食物的内在价值 以开放性的思维和灵感 创新式地把外来食物改变为中国饮食成分 在就餐方式上 中华饮食文化同样显示着不排斥异域文化的态度 比如中餐和餐制的形成 先秦至唐代 中国采用分餐式方式就餐 南北朝时期 一种可随意折起来 称作胡床的座具 和一种较大的餐桌 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 这些器具的推广打破了贵作而食的局限 形成了唯作和餐的形式 当然对和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 根本上与和文化是相通的 可以说中华饮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 就面向世界 边继承边改革 不断引进新元素 这也是其充满活力的奥秘所在 好 这个就是第十课的课文 咱们听完了 会发现运用了大量的书面语 是吧 好 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自然段 第一自然段 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都不仅仅为饮食 不仅仅 也就是不仅 你可以去掉一个仅字 它的用法是相同的 不仅为饮食 不仅仅为饮食 只是强调的感觉 它的程度有一些不同而已 它隐藏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特征 传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好 在这里说的是任何一个民族 它可以是中国民族 也可以是越南民族 甚至也可以是欧洲国家 对吧 无论哪一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把那个国家统称为任何一个民族 好 那接下来 中国的饮食文化历经数千年 这个就是你的国家存在了多久 那你的饮食文化就有多长时间 好 始终具有魅力 好 在这里始终 也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从以前至今 是因为它不仅民族特性鲜明 这个是咱们学的生词 好 关联词语别忘记 不仅而且 而且善于吸收不同国家 不同区域 不同民族的优异之处 好 这个咱们上节课有讲 稍微讲一点 好 叫做举长补短 对吧 以至或者以至于回环至今 那回环 就是到现在为止 也还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受欢迎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自然段 第一自然段 好 那我在第一自然段 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 好 首先第一个小问题 看一下 好 来 阿梦 你看好 第一自然段 老师提的第一个小问题是 其他同学也注意听 那每一个民族的饮食 都蕴藏着什么 每一个民族的饮食都蕴藏着 这个民族的精神力 比特征 还有文化传统 对 传达着文化传统 好 正确 好 接下来 星星 好 那第一自然 这个第一自然段 除了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的饮食 它蕴藏的东西和传达的东西 好 那它也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说中国饮食始终具有魅力 它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因为 因为它有历清 而是因为它不仅民族特征 而且 善于吸收不同 国家不同 居域不同 民族的游依之外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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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这个原因 中国饮食始终具有魅力的原因 就是这一段不仅而解 是吧 好 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一自然段当中 我们能够获取的知识点 获取到的内容 好 接下来 阿凤同学 麻烦你把第一自然段 给我们来读一下 然后我们要看下一个自然段了 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 都不仅仅 为饮食 它运强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特征 传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饮食文化 历经受尖年 而始终具有魅力 是因为它不仅 民族特征鲜明 而且散于吸收 吸收不同国家 不同区域 不同民族的优异之助 以至辉煌出金 嗯 这个是魅力 魅力 魅力 对 好 接下来 咱们看到第二自然段 好 中国文化的核心 核心也就是重要的地方 重点 是一个核字 核字 跟这个核心的核 它不是同一个核 对吧 那这个核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核包含中核 核和谐的意思 知意就是的意思 那中核又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折中调和性质不同的事物 这一点就像第一自然段 所提出来的 我们要去吸收 别的国家好的地方 取长不短 用来折中调和 就是站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对吧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自然段 那一样的 老师也有问题 对吧 第二自然段 好 阿兴 那中 我们看完第二自然段之后 可以知道 中国文化的核心 那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字 是核 对 那其中核字 它包含了什么意义 核是包含中核和核鞋之意 意思是中核的意思就是 折中调和的形质不同的食物 好 性质 好 对了 所以呢 第二自然段 咱们又可以知道 中国文化的核心 只有一个字 就是核字 只是我们如果要跟别人解释 或者要理解 为什么要说是核字 核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中核和和谐 那中核又是啥 和谐咱们知道了 好 那中核的意思又是 折中调和性质不同的食物 在一起 一曲长补短 好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第二自然段 好 来 音书 你把第二自然段读一下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核字 核包含中核 和谐之意 中核的意思 就是折中调和性质不同的食物 好 正确 接下来咱们进入下一个自然段 好 来看到第三自然段 那第三自然段 有在跟我们讲解 原本本来 对吧 本来 好 我们看一下 那原本呢 这个中华饮食中 大量的食物 是来自辽阔的土地 对吧 也就是 但是无论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 并没有像现在 划分得非常非常的 很有 很明显 是吧 还会发生一些战争 抢夺土地之类的 所以呢 大家的食物 几乎都是来自于辽阔的土地 好 比如 有高山上的飞禽走兽 对吧 一些动物植物 鸟啊 鸡啊 鸭啊 是吧 还有一些在地上跑的 狗啊 羊啊 牛啊 好 以及湖泊 小溪中的一条鱼 一条虾 或者是螃蟹之类的 就是在水里 好 看到 下一个 也会来自丘陵上 种植的一颗菜 好 这里说一颗菜 是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种很多 那在这里 主要就是强调 有少成多 好 经过精心构思 好 也就是要想 我要如何 把一条鱼 做得好吃 我要如何 把一颗菜 做得让大家喜欢 认为这是人 可以吃的东西 以前并没有像 现在这样子 一定要煮熟 或者是 有营养 要搭配 对吧 就看到什么 大家就是生吃 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好 接下来继续看 巧妙烹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要想怎么做 才能好吃 怎么烹饪 才可以把这道菜 做得完美 做得美味 好 接下来看到 即便仅为一餐素食 也就是说 就算是 只是素菜 素食 如果掌握了烹饪的方法 也可以让你 敬想人家美味 人家美味 是吧 好 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如果 如果把这个菜 做得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好 就算不是肉 就算 只是 素菜 然后呢 也会 很美味 对吧 下一个生词 下一个 下一个句子 汉坛以后 在这里 老师用蓝色的 这个部分标出 汉坛 汉坛是一个 时 一个时代 一个时期 好 也就是在这个 汉 它是一个时期 一个时代 汉坛也是一个时期 一个时代 那在汉朝时期的时候 汉时期的时候 是前206年到 220年 那在坛时期的时候呢 就是618年到907年 那距离现在是2023年 是已经过去太久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有皇帝的时候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越南和中国的这个历史比较相似 好 接下来继续看到 那中亚 以及东南亚的食物 开始进入到了中华饮食体系 也就是进入到这个中国的体系 那肯定就是相互传播 相互交流 那有可能以前是 在中国没有的 中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 开始传播交流 那有可能东亚 东南亚地区没有的 和中亚没有的 又相互之间 彼此交流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中亚 中亚国家包括哪一些 中亚指的是 亚洲的中部 亚洲的中部 它包括哪几个国家 哈萨克斯坦 还有这个乌茨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还有这个塔吉克斯坦 以及土库曼斯坦 这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是中东 中亚 中亚 它都是什么斯坦 什么斯坦 什么斯坦 对吧 这几个国家 以前是属于俄罗斯的 对吧 俄罗斯的 只是现在分开了 分开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好 在这里东南亚 东南亚国家 指的是什么 亚洲的东南部国家 比如越南 对不对 老挝 泰国 都是属于东南亚国家 好 接下来 咱们继续看到 好 所以呢 这个中亚和东南亚之间 这个地区的食物 进入到中华饮食体系 那就丰富了 中国食物的品种 增多了 增加了 所以就丰富了 好 接下来看到 下一个时期 到近代 那近代的时候 西方的饮食思想和方式 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对吧 也就是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并且传播到了中国 也得到了中国的认可 所以呢 就会去学习一些 能够采用的烹饪方式 好 中国本来就具有的特色 加上西方饮食的 这个烹饪方式 所以呢 就成了现代特征的 中华饮食形态 好 这个是 咱们看到了 它的传播 对吧 它的传播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第三自然段 好 现在我问 回答 那本来这个中华饮食中 大量的食物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星星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中华饮食的大量食物 来自于哪里 来自柳花的土地 高山上的飞行 就受福泊 小西中的条鱼 去临山 种植 种植的 一颗 菜 一颗菜 一颗菜 就是到这里而已 对吧 原本 本来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 中华饮食中的大量食物 就是来自土地 还有高山 湖泊 小溪 以及丘陵 其中的一些东西 好 那这一段话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 我们分析一下 那中国是土地 比较大的国家 并且呢 主要是 它是一个农业大国 这个跟越南很像 对不对 农业大国 主要就是以农业为主 在最开始的时候 那我们反过去思考 对比一下 那在以前 原本的 越南饮食中的 大量食物 来自于哪里呢 阿凤 你认为 原本 原本 越南的饮食中 大量的食物 以前也是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在越南 跟中国 比较相同的 也来自 土地 高山 大海 转西 小溪 土坡 跟中国也一样 对 是的 也是一样的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到 那 在这个第三章段当中 有给我们讲 这个分时期 对不对 分中国这个历史的 这个时期 去讲了一下 那看一下 汉坛以后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时期 汉坛之后 哪个地区 哪个国家 哪些国家的食物 开始传播 开始进入到这个中华饮食的体系呢 英书 汉坛以后 中亚 与东南亚的食物 进入了中华饮食体系 好 对了 那直到近代 又开始传播了哪一个国家的饮食 到近代 是西方国家进入了中华饮食 对 西方国家的这个饮食思想和方式开始传播 好 所以呢 一样的 对吧 就是每个国家都是借鉴 接受外来文化的交流 所以呢 得到自己 就是自己本国的思想也好 饮食也好 好 扑认方式也好 都会形成一个新的现代特征 是吧 好 这个就是咱们看到的第三自然段 好 接下来继续看到 好 刚才讲的是这个食物来自于哪里 以及每个时期它都有一个特征 那第四自然段主要就是给我们讲 在这个食材栽培方面 好 就是种植养植 对吧 种什么 养什么 有什么 那我们会知道 像在这个越南一些这个有名的水果 越南比较有名的水果 特别就是在越南可以种植很多 种植很多出来之后 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 对吧 比如有哪些呢 阿梦 出口的 出口的 对出口 火龙果 对火龙果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好 那你可以说就是越南 有的大量的水果 大量 不是说少数 是大量 就是自己国家 在越南这个国家 可以自己种 不用去进口 水果 就是太多了 对 比如火龙果 芒果 香蕉 还有 西瓜 芒果 什么都有 对 还有 我们知道就是 有一种比较贵的水果 可能在越南 没有那么夸张 榴莲 对 榴莲 是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咱们是可以提到的 对吧 因为它的价格 如果按照市场价 其实它很贵 它很贵 好 可是因为越南 种植出来很多 因为越南是一个比较 热 对不对 热的地方 热的地方有很多 那当然可以种出这个热带 福果 榴莲 好 那榴莲种出来之后 自己国家肯定吃不完 所以呢 必须要去出口 对吧 既可以赚钱 是吧 也可以不让这个榴莲 给它浪费了 所以就会出口 大家会发现 疫情的时候 越南的榴莲和西瓜 就是甚至会到什么五千 十千就可以买到 可是这个榴莲 要是就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话 有可能就是 文将颖 南将颖 才可以一斤 很贵 是吧 这个就是差别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 这个食材再培方面 好 第一句 那在这方面呢 中华的这个饮食坚持是以本国物产为基本原料 好 我相信每个国家最开始都会是这样子的 就是自己国家有的 自己国家可以种植出来的就为基本原料 像越南我们会发现 吃那个米粉米线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无论吃 无论吃什么 好像不吃米粉米线对不对 不是只是米粉米线 就是吃什么饭啊 吃什么菜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叶子 有很多的菜 那些菜 很多原料 一些 甚至是可能一些欧洲国家觉得很神奇 他们没有吃过的 你们会发现这些叶子 好吧 这些叫做材料 对吧 这些原料 这些材料 那都是 为什么越南的饮食当中 越南在吃饭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那个菜 那么多的那个叶子 调料品放在一起 然后直接可以占这个鱼露 或者是虾酱吃 为什么 因为这些原料就是越南自己本国的物产 对不对 自己可以种植出来 从以前吃到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饮食文化 好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 同时 合理的引进 合理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词合理 而不是大量的引进 只能合理的引进 如果大量引进外来品种的话 本国的品种就会消失 就会卖不出去 就会烂了 好 比如咖啡 柠檬 芒果 等等 这些水果 对吧 好 凡是历史不够悠久的外来食品 这里是外来食品 好 外来品种 人们一般就直接从这个食物的名称上就能马上 立即就是马上清晰的清楚的分辨出它的阳身份 好 这个阳身份的意思就是说外国的东西 无论什么东西它都有一个阳身份 就好比越南 越南的东西 除了越南的东西 比如一些中国的东西在越南 一些韩国的东西在越南 一些美国的 一些日本的 一些法国的东西在越南 他们所有的那些东西都有一个阳身份 对吧 它不是越南本国的东西 就会具有一种阳身份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 那中 这个中餐当中 中餐当中 它都会经常去使用一些调料 比如大蒜啊 葱啊 姜啊 还有一些胡椒呀 这些进行调料和炒菜 对吧 那这些因为使用的频率太高 好 历史就会非常的久语 所以 几乎可以说是几乎的中国人 都直接把它担成了正宗的中国食材 也就是 大家会发现 无论干嘛 无论煮汤也好 炒菜也好 蒸东西也好 就一定会有葱姜和蒜 好 接下来咱们看到 那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 好 中国人一样的照样的使用了中国原来的方式进行烹饪 烹饪什么 外来的食材 好 像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牛排呀 对吧 这些生食 日本的生食之类的 那他到了中国之后 中国会进行一些修改 一些加工 使他美味诱人 这里的美味诱人肯定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那口味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像在越南的一些中餐 或者是一些日餐 寒餐 他都会改了一点 加工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要符合越南本国人的口味 一定要越南人觉得好吃才行 因为他是传播到越南这个国家 对吧 好 所以啊 所以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继续看到最后一个自然段 那这一切 什么一切 这一些食材的栽培 以及食材的传播和加工 这些全部都是得利于 中国人能够充分认识 异域食物的内在价值 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外来品种 外来食品传播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没有觉得惊慌 就是可能我们国家 不会吃这个 不好吃 没有 我们要知道 他可以做成什么菜 让我们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人民可以接受 这个就是去发掘 去认识他的内在价值 好 以开放性的思维和灵感 就创新的把外来食物改变为 中国的饮食成分 对吧 好 所以大家会发现在这个亚洲国家 因为我们是亚洲人 所以我们的感受会比较的深刻 在这个亚洲国家 有一些食物 一些吃法 几乎是相同相似的 那我们不知道西方怎么样 可是在西方国家 像美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 他们之间也是有共同点的 他们也会认为 我们西方国家 其实很多饮食上也是 相似的 差不多的 对吧 好 这个呢 也就是一种传播 一种影响 相互影响 好 那接下来咱们 是谁表演退出去 阿兴吗 好 来 我们请同学读一下这个第四自然段 好 首先到这一句 这一句 好 阿凤 请你读一读 在北方便 中华饮食坚持 以本国 本国物产 为 基本权料 同时合力 引进 肥育 未来 产品 品种 比如 咖啡 柠檬 芒果 等 反而是 还是不够 又久 的话 来 量食品 人们一般 种食物 课程上 就能 立即 精细地 分辨出 它的 量身份 对了 谢谢阿凤 接下来看到 下一句话 星星 怎么也退出去 是星星还是阿星不小心退出去 我还在 阿兴还在 阿兴还在 是吧 好 来 阿兴 读一读这一句 至于冲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冲 香酸等调料 并集进入中华 中华饮食 年代 久远 许多中国人 甚至把它当成了 郑重的中国食材 正确 接下来看到 这个 两句 比较短 所以直接把它一起动 好 来 阿梦 在加工过程中 中国人照样可以用中国活泡 承认外来食材 使它美味诱人 而这一阶得利于中国人能够充分认识 异于食物的内在价值 以开放新的思维和灵感 壮心认识的把外来食物改变为中国饮食成本 对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第四自然段 好 现在请每个同学听一下题判断题 看一下正确还是错误 好 来 英书 好 大家也要注意听 英书 请老师先问 那中华饮食坚持以本国物产为基本原料 不引进外来品种 这句话说法正确还是错误 错的话错在哪 好 可以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这个中华饮食坚持以本国物产为基本原料 不引进外来品种 看到了 刚才还没看到 这个屏幕 好 需要再听一遍吗 我的题 可以再说一遍吗 好 这个中华饮食坚持以本国物产为基本原料 不引进外来品种 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不对 对 为什么 是错误的 因为 他们 他们 不仅 不仅 以本国物产为基本材料 还 同时合理 同时合理引进 培育外来品种 对 刚才老师说的是不引进外来品种 是错的 对吧 是 中国呢 是合理的引进和培育外来品种 没有说不引进 只是合理引进 好 对了 好 接下来老师的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第2个判断 好 阿梦 咖啡 咖啡呀 柠檬呀 芒果啊 是外来品种 是正确的 对 是正确的 你从哪里知道对了 就是第1句 咖啡 柠檬 芒果等 凡是历史不够悠久的外来食品 对 这里直接就说是 它是外来食品 外来品种了 对吧 很好 好 接下来老师的第3个问题 第3个问题 好 阿凤 人们一般能从所有的食物名称上 立即分辨出它的原身份 对的 正确的 老师 正确的 对 正确在哪 就是 第2的第1句 后面的 人们一般从什么食物 从课程上就能力做 把那些精细的分辨 别出它的原身份 好 是的 立即清新的分辨出它的原身份 是对的 可以直接从这个食物名称上 就可以分辨出来 好 接下来我的最后 不对 下一个提问 下一个提问 好 阿兴 葱 姜 蒜 是正宗的 中国食材 真正宗的 是 也是对的 因为 他们用的是频路太高最高的 这个是调料是中国人使用的频率最高的 所以 所以就是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它当成了正宗的中国的材料 嗯 好 其实老师刚才那个说法 葱 姜 蒜 是正宗的中国食材 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认为是对的 可是并不是这样子的 好 这里你要理解 对 对 这里要理解的是啥 这个葱姜蒜 这些是只是在中国使用的很多 频率很高 但是是什么 因为他来中国很久 他传入到中国很久 所以呢 许多的中国人把它当成了正宗的中国食材 所以其实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自己也是中国人 他去研究了 其实像葱姜蒜 并不是中国很久以前就有的 对吧 所以刚才老师的那个说法是错的 葱姜蒜并不是真正的中国食材 并不是正宗的中国食材 对吧 好 接下来 最后一句 好 英书 最后一个提问 最后一个提问 中国人可以用中国方式 烹饪外来食材 使他美味诱人 是正确的 在加工过程中 中国人照样可以用中国方式 烹饪外来食材 使他美味诱人 对 是正确的 这句话没怎么改变 好 接下来 咱们继续去看到 下一个自然段 下一个自然段 好 来 稍等老师 这个大家 好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 好 第六自然段 刚才我们是在讲食材栽培翻面 在这个食材栽培翻面 接下来看的是在就餐方式上 就餐方式 好 我们一起看看 那在这方面呢 中华饮食的文化也同样显示着不排斥抑郁文化的态度 好 也就是不排斥其他国家的态度 好 比如中餐的这个核餐制的形成 核餐制 在先秦 先秦的时候就是指这个秦始环统一中国以前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环帝名字叫秦始环 他把整个中国都统一起来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叫秦始环 那这个先秦的意思就是在他没有统一起来的以前的之前 那个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什么孔子孟子的那种时候 很久很久了 是吧 好 那然后呢 一直到唐代 唐代这个大家知道 好 唐代 唐朝时期 那中国就采用这个分餐式的方式 就餐 分餐式 分开 分开进行食用 进行就餐 进行吃饭 那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它具体指的 年份是420到589年 好 它是在这个东晋 东晋朝灭完以后 死了之后 就是没有这个国家了之后 中国呢 就形成了这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称为南北朝 就是南边跟跟这个北边开始进行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这样子 好 接下来咱们看到 那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的时候 就有一种餐具 比较流行 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随意的折起来 好 也称作胡船的作具 胡船 它叫做胡船 它是让我们坐的 让我们坐的 然后以及一种比较大的餐桌 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起来 那中原地区指的是 中国环河中下游地区 环河的中下游 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环河是一个几字形 这样子的一个几字形 这样子流 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注意那个地图 地图上是这样子的 好 反正中原指的是环河的中下游 在中间和下面的这个地区 在那个地区流行起来了 流行什么 使用这个随意折起来 和叫做胡船的作具 以及较大的餐桌 桌子 好 那在一个地区流行 慢慢的它就肯定会传播 会推广 所以呢 这几种器具的推广 就打破了柜座就餐的局面的局限 好 它呢 不再有这个局面了 打破了这个局限 打破了这个限制 大家不用跪着吃饭 可以坐着吃饭 坐着 好 那接下来 打破了跪着吃饭的局限 就形成了围坐和餐的形式 就是围着坐在一起吃饭 叫做围坐和餐 好 当然了 对这个和餐制的全面接受 与文化认同 根本善于这个和文化是相通的 和文化 刚才我们讲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核心 就是一个和字 对吧 好 中和和和谐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就餐的方式 好 接下来请回答老师的问题 好 阿兴 第一个小问题 我问的是 在这个就餐方式上 中华饮食显示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在就餐方式上 中华饮食文化是同样显示的 就是不排斥一种文化的第一态度 好 不排斥 不排斥 对 这个是 这个是在就餐方式上 中华饮食显示出的态度 好 老师的第二个问题 阿凤 那先秦时代到谈代的时候 中国是采用什么就餐方式 那先秦时代到谈代的时候 中国采用了分餐方式的方式 就餐 对 分餐式 分餐式的方式进行就餐 好 对了 老师的第三个问题 阿梦 在这个南北朝时期 什么器具开始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流行起来 在南北朝时期 有一种可随意折起来 正作 无常的作剧和一种较大的餐桌 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起来 好 对了 好 第四个小问题 英书 那这些在南北朝时期 这些器具的推广 使得中国人的就餐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器具的推广打破了归座而食的局限 形成了围座和餐的形式 对 围座和餐 围座和餐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阿兴 那这个和餐制与中国的什么文化是相通的 这是和餐制与中国的和文化是相通的 好 正确 非常好 那接下来咱们去看到 去看到下一个自然段 就是第六自然段 比较的短 那可以说这个中华饮食文化自诞生之日起 从诞生的那天起 就已经是面向世界一边继承一边改革 对吧 不断的引进新的元素 好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会充满活力的奥秘 它的原因所在就是原因 它的原因 好 那这个是第六自然段 所以第六自然段 我的问题 就是 中华饮食的文化 它充满活力的奥秘 是什么 阿梦 中华饮食文化 它的奥秘就是 自诞生之日起 就面向世界 并继扬 并继承 并继承 并改革 不断引进新元素 好 对这个就是它的奥秘 对吧 好 没错 这是咱们的课文部分 这个就是咱们的课文部分了 好 主要就是讲了中华饮食文化 好 接下来 咱们去判一下 下面 好 在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回答问题 其实也相当于刚才老师给你们提了一些判断对错的 还有回答的问题 跟这个让我们用提示来简单的简述 课文主要内容它是相似的 相似的 好 那这里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想一下 越南越南的这个饮食文化 为什么会具有魅力 不仅因为什么 而且因为什么 对吧 就模仿使用这个提示 这个句型来回答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现在说 想个五分钟 六分钟我们就可以回答出来的 我们还要去看越南自己本国的一些历史因素之类的 对吧 好 那在这老师就不做要求 让大家去简述这个短文 好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 就使用这个不仅而且一致 不要大家说的很难 没有让你现在马上就去说越南的历史 越南的饮食 不用 好 但是呢 你就用这个句型 无论你说哪一方面都可以 好 比如 好 比如这个 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多年 始终相亲相爱 是因为他们不仅怎么样 而且怎么样 以致怎么样 好 请大家想一下 思考两分钟 每个人都想一下 都知道 你应该怎么办 但是 我一人都想要一下 我们一起来 我们来自一人都想要一下 我们来自一人都想要一下 我们来自一人都想要一手 想出来的话可以直接说是吧老师 是的 那我先来吧 好请说 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年三十多年始终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不仅彼此关爱而且互相尊重以致婚姻生活一直幸福美满 对很好 满分没有什么错误之处 这是阴书的对吗 我发现欣欣是不小心退出去之后是没进来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要点一个那个确认所以没收到消息 我怕是不是因为老师没点她没办法进来 好去群里问一下 好那这是阴书同学的答案 其他同学其他的剩下的三位同学有想好的吗 我可以就说 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年三十多年 开始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不仅从爱而解互相关心 以致从来没有找过的 好对 一样的很完美 是吧 阿兴的答案也是正确的 是阿兴还是阿凤 阿兴 阿兴 对 OK 那我没说错 我来吧 老师 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多年 最终相亲相爱 是因为他们不仅很爱对方 而接互相理解 一直很幸福 以致很幸福 是吧 以致一直很幸福 以致一直很幸福 可以吧 可以可以 至于一直都很幸福 可以的是没问题的 好 到阿梦了 他们两个人结婚三十多年 始终相亲相爱 是因为他们不仅互相留下 而且相近如宾 以致婚姻 这么 以致婚姻美满 对 幸福美满 对 美满 用一个词 好 那这个使用不仅而且一致 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吧 他完成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下一个 在学习汉语方面 我坚持 做什么呀 同时又干嘛 比如说 凡事 怎么怎么样 就干嘛 凡事 什么什么 就 这个呢 会比较 有点点 长 大家 需要思考一下 现在就可以看 咱们 我可以看 这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坚持背熟课本的单词 同时在网上学习一些网络流行语言 比如射孔 射牛 绿茶表等等 凡是我遇到的单词 我都会把它们记下来 正确 那个是射 射孔 射孔 射牛 射 射孔 对 社会的射 正确 学了一些生词新的词 网络用语 这是音书的 非常的完整 其他同学想好就告诉我 对这期生词 会儿 了 Nex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习汉语方面 我坚持以课文为基础材料 同时也在网上学习 比如听歌 看综艺 看电影 凡是遇到一些生词 我就马上把它记下来 好 对了 看综艺 听到一个词 对 也是另外一种学习汉语的新方法 蛮好的 是不是还有一位同学 还有阿凤 还有 我就看到阿凤开麦了 然后 等在学习汉语方面 我坚持学生词 同时在生活中会尽量使用中文 比如跟中国朋友交流 凡是有机会 我教一边学一边说中文 一边说 一边说 很好 大家都能够就是非常完美的运用这个坚持 同时比如凡是旧 像这几个词我们在那个写作部分 写作的时候就会 就是一定要经常去使用 因为我们学了不用的话 我们就会忘记 是吧 特别是在那个书面语的表达上 我们说的书面语 就是除了你去要写作之外 有可能以后你工作如果用到中文 你跟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会用到这些句型 不仅仅说你在学习上才会用到 好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模反造句 到这 好 接下来去看到这个小作业 就是让大家去参考我们课本 102页上面的有个练习5 就是把它缩写 缩成一篇短文 好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在这里 那个102页 就是咱们刚才的那个课文 好 那个课文 把它缩短成三百字的短文 好 就是课文很强 那大家要去概括 去概括把它写在三百 这个三百字左右 可以超过三百 顶多就是三百多一点点 好 但是不要一百多啊 其实你两百九十几也行 也不是不可以 好 就看大家怎么去概括 那在概括的时候 概括的时候 就是讲了几个方面你都要说 但是并不是像我们的这个课本 课文当中啊 又讲这么馋 对吧 那有可能就是开头 你就把第一字案段总结为一句 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完了 然后呢 来自于哪里 完了 好 接下来在哪一方面 中国主要干嘛 然后呢 在就餐方式 又是主要干嘛 好 那到了什么时期 怎么样呢 最后又用一句话来进行总结 就行 把它不要超过 三百多 对啊 顶多就是三百多 丢丢多一点点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 就是大家课本 下面的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作业题 好 作业题 看到这个课本下来 这里 好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PPT展示这 好 我们去看一下 这几个相关的词汇 和地理方面相关的词汇 好 那讲这个地理的时候 我们都学过地理 对吧 好 那它包括一些术语 还有一些地理的地形地貌 以及分区 就是在中国是怎么去用的 怎么去讲解这个地理的 好 也是一些专业的词汇了 专业的专有名词 好 我们看到一些术语 就是会讲一些边界 地势 地质和经纬度 好 这个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大家会比较的模糊 好 看到像边界 什么边界 比如中国跟越南 也有边界之处啊 对吧 哪个边界地区 比如中国以北 最北边是和哪个国家 为边界地区 它的边界国是哪个国家 那中国的南方 中国的南方边界区 又和哪些国家有相关呢 对吧 这个就是边界地理 那地势 地势一般我们说 地势的高低 对吧 好比 越南有什么 越南的那个沙巴 对不对 老街 沙巴地势较高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说越南的河江省 地势高还是低 好 起伏坡度比较大 很陡还是很平 这些都是用叫做地势 地势 那这个地质就是在讲水土 地质好 好 还是地质问题 会导致一些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好 经纬度 我们看到那个地球 地球不是一个椭圆的吗 对不对 地球它是一个这样子比较有一点点椭 当然这个太椭了 可能再大概一点点这样 然后呢 你们会发现是这样子 在那个地球仪上 对吧 好 经纬度 然后以及还有这样子的这些线 这些线就是经纬度 经线和纬线 经线和纬线 中间这个叫做赤道 中间这个是赤道 这个就是那个地球 地球的一些字叫经纬 经度 纬度 赤道 好 地贸特征 中国的地贸就有盆地 沼泽 海滨 支流 河坡 这些就大家一看图就可以马上懂的 像越南也有啊 越南就是会分高山 平地 草原 对吧 这些就是它的地贸类型 地贸类型 那像分区 温带 就是像越南是热带 热带地区 对吧 那咱们还分过什么 热带 亚热带 好 韩带等等 是吧 还有这个温带 什么温 季风带 对吧 一些相关的地理词汇 好 下一个省会 省会 我们知道像中国就是它是每一个城市 它都会分为一个省会 比如云南的省会是昆明 对吧 那这个湖北它的省会是武汉 好 一个城市它都会有一个省会 越南也会这样子分吗 就比如河内就是个城市 那河内的那个省会是哪里 就是河内还是怎么说 越南会不会像中国这样子分一个城市 分为这个省会 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分 有的地方不分 对 河内的话就不分 因为河内是首都 那分的地方有哪些呢 胡志明市都不分 胡志明市也没有 就比如有广宁 广宁的省会是 广宁省 我不是说那个省 就是没有懂老师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比如云南 我们知道云南它就包吾很多天佛 云南空泛的摩天佛 不是一个城市 那云南它要主由了摩天佛 为了省会 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越南有没有这样子分 对 这个不知道 好好 那有可能就是 有可能不会像这样子分 因为像就像刚才你说的 像河内就是河内 河内就是一个市 它就是以这个为中心 胡志明就是胡志明市 它就是以胡志明这个城市 就是为中心 像你说的广宁 就是广宁 它就是一座城市 但是广宁不是也会分为 就广宁 它下面就直接就是到什么 那些了 对不对 它就没有在其他的了 但是在中国 就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像我们说云南省 别人说你是哪里的云南的 我天云南哪里的 云南那么大 人家就会问 像北京 北京是首都 那它的那个省会 就直接就是北京 这个也是因为是首都的问题 首都的问题 像刚才 大家应该不知道湖北 对不对 湖北 但是如果我说武汉 你们就知道 对吗 对 对 OK 那我一说武汉 你们都知道 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 武汉它只是 武汉它只是 那那个湖北 好 你们以为这是湖北 它也是一个城市 可是 武汉 来拖湖北 湖北来冷恨武汉 是这个意思 那那个广宁就是一个省 然后 还有四个城市属于广宁的 嗯 我知道 可是只能有一个城市 可以做省会 但是只有一座城市 可国际兰省会 今来 这座城市最发达的那个地方 嗯 那 是没有吧 没有 就是不是这样子分 对不对 对 嗯 好 所以了 但是大家以后听到 就中国人说 我是 比如我是什么 云南的 我是湖北的 我虽然是湖北的 不过我是省会人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一听就是 哎对了 湖北的省会是哪 啊武汉 啊他是武汉人 就是你会要这样子转换一下 好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中国是分 中国的首都是 呃 北京 然后呢 其他城市 公业啦 省会 也是一个土豆 是这个意思 啊 好 接下来看到边疆 那边疆地区的话 就是像那个 嗯 边境地区 边人 边境地区 边疆地区 比如河口的 那个云南的河口 和越南的老街 对不对 老该 那个老街 啊 以及 嗯 其他地方 越南跟中国有很多 像你们说 你们经常会 还知道哪一些 中国和越南的 边疆地区 边境地区 大家还知道哪些 用中文来表达 没有了解过 我知道 梁山 啊 梁山 梁山 南森 是吗 对对 岸 有边疆 有 蒙改吗 是吗 嗯 对对对 是的 那大家有没有就是 呃 去呃 不对 有没有去过这个边境地区 边疆地区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你们四位同学都没有 对 虽然我 我在广名 但是我 没有去过那个边疆 啊 没有去过 也就是没有见过那个口岸 对吗 那个隔口 对 对 没有 哦 好 就是 据老师了解 就中国和越南的这个 库部边塞 边疆地区 边境地区 它会有一个证 叫做通行证 你们说的叫什么 塞通汉 对吗 对对 对 这个通行证 就如果 呃 是那个边境地区的人 不要签证 也可以直接出国 要这个通行证 就可以了 那有没有要办那个护照 啊 护照 不用 但是 只有是边境地区的人 就是你的户口 你的户口 就是属于这个边境地区的人 你才可以去办通行证 否则不能办 比如 呃 懒生 懒生 拖顶呢 我不知道 懒生 也是 懒生 啊 他就是一个顶 是吗 他就是 对 OK 好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省 那可能就是像 嗯 那就是那个省的人 如果他的那个老家 他就是在那个省的话 可能那里的人就是 不用护照 不用签证 他只用办这个通行证 他就可以 呃 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比如在中国 那个 那个 河口 河口的那种 边境地区的人 和越南的 老该老街地区的人 就 中国的人 可以用这个 河口的人 可以用这个通行证 去到老街 但是只能在老街 不能来河内 如果要来河内 他们就要用那个 护照和 签证 是这样子的 我有 有 我同事还 我的同事还想去 河口玩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需要 办那个护照 或者签证什么的 因为比较麻烦 对 如果他不是老街人 他必须要办护照和签证 老师 我听说 听别人说 就是别人 别的省 也可以申请 通行证 主要有 通行证 也可以 照和好 是吗 是吗 那可能 是 我的朋友 说的 那太好了 这个 那就是越南的政策 越南的政策 但是在中国的话 就是不可以的 就除了那个 河口人 可以有那个通行证 其他 城市的人 是没有这个通行证 只能用那个 护照和签证 来越南 包括 反正边境地区 应该就是 政策会有一点点的 不一样 看照那个政策走 如果是 像越南的政策 就是不是老街的人 也可以去办通行证的话 那就 那就蛮好的 就会方便很多 简单很多 对 想去一趟 就可以直接去 对 就单天去 单天回 所以呢 在边境地区 就很多 很多人就是 每天都可以出国 对不对 每天都可以出国 就 大家可能没有 就 因为中国 它边境地区 像那个越南也一样 越南除了跟中国以外 越南跟那个 老 对不对 老挝 也是有那个 边境地区的 像你们的那个 叫什么 牧州 牧州 对吗 那些牧州 那些 对 所以呢 像中国跟那个 叫什么 对 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 跟那个俄罗斯 也是一个边境 边境的地区 所以呢 它就中间有一个桥 然后呢 就这里 就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 中国人在这里 这边是中国 然后这里就是俄罗斯 然后这里有一个桥 然后就中国人就在这边 跟这边的俄罗斯人打招呼 然后他们都可以说话 就喊出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好像还过了 就很神奇 就是一样的 跟那个 那个叫什么 老街 越南的老街 跟河口是一样的 就是在一个桥上 彼此之间 如果声音太大的话 其实就是 泛音乐 什么是可以听到的 对吧 东京地区 边境地区 是真的很神奇 文化 它的光性很好 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的 第十课内容 那大家下去 把这个作业练习 完成一下 好吧 好 好 那就祝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拜拜 大家晚安 晚安